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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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的11点29分 2月25号2021年 然后 对这是一个 非常对于我来说 有点特别的日子 2月25号 其实我今天 刚刚结束完工作 然后吃完晚饭 上来回到酒店 嗯 说实话这两天工作还蛮累的 然后 就想着 今天晚上 在跨过零点之际 和大家聊聊天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我都可以随时问 然后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马上 我的新歌叫什么名字 无奖精彩 太长了 太长了 然后和大家见面 希望你们会喜欢 有什么想 有什么想问的话 就是想问我的东西都可以 直接在屏里面问我 然后 我来 立刻给大家回答 说实话 现在真的超级困 但是 嗯 还是很想 和大家聊聊天 对 这是努力工作的证明 好听吧好听 和最终 可能大家听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 我最初在计划 Nino来到地球 然后他的所见所闻 这一整套计划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悲剧收尾 可能 Nino来到这个地球 他已经经历了很久很久的孤单的漂流 然后他想要来到这个看似每个人 都很幸福 我没有一座孤岛的地方 寻找 他可以依靠的 那个 类似于肩膀的东西 然后 却因为 对于地球越来越了解 然后 这一整个旅程下来 他会发现 原来地球上每个人都很孤单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其实这是我最初的 最初的我 我这一整个计划的故事走向 但是 后来我觉得 既然这是Nino 在这个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我觉得 我希望 除了他体会到的这些之外 他可以 他可以把自己对于 就是 看到人类的活动 然后 他的一些感悟 就是 通过歌词写出来 然后 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启发 希望 Nino的好意 能够帮到人类 然后 然后 我前一阵子 不是说我看了《心灵奇旅》 然后特别喜欢 其实 这首歌的一部分灵感也是来自于《心灵奇旅》 因为 因为我和那个电影是 那个电影 会 激起我强烈的共鸣 因为 我经常跟大家分享 我对于生活的看法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的人生 不论是 什么样的滋味 我都会 愿意去品尝 酸 甜 苦辣 什么样的滋味也好 只要去勇敢的把它放到嘴里 然后咽下去 都会变成 帮助我成长的美味 但是 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的状态不是那么好 在去年 2020年的 下半年 将近年底那段时间吧 我 嗯 感觉 当时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 某种程度上 推翻了自己之前 对于 生活的看法 我觉得 我甚至 变得非常的 悲观 我觉得 好像我们 我们这些 怎么说呢 比宇宙里的任何威力 可能都还要渺小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是一个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 对于 时代没什么意义的尘土罢了 然后抱着这样 非常悲观的态度 就先想啊 人生 人生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啊 然后直到看了心灵气雨 看了心灵气雨的时候 我会 我发现 其实人生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 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 人生最珍贵的 其实是 那场体验 你知道吗 人生本身就是一场体验 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作为 你自己 你的主观视角 你的眼睛 你从小到大 独一无二的精力 赋予你 赋予你 独一无二的体验 然后 从 你出生开始 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 你经历的每一件事 你吃过的每一口胡辣汤 都是别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尝试到的 就算他 就算他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也不会你完全感同身受 你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精力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就是最珍贵的 我们不需要一 因为 这种体验 我们所体验的 那些激动人心的东西 那些美好的东西 不美好的东西 对于 我们来说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足够壮丽的 所以 我写下这首歌 然后 他将会在 今天的凌晨十二点 和大家见面 我也希望 你们听了之后 能 把它 放到你的列表里面 一直循环播放 一千八百九十五六七八十遍 对 希望你们喜欢 让我看看你们在跟我说什么 Nino将来会 再来地球 不一定 他对地球的印象很好 纯粹 是因为我本人 所以 如果你们太想他的话 或许以后我会帮你把它召唤回来了 但是 Nino最近 他说他要去 就是一个宇宙镜头非常有名的餐馆吃饭了 所以 可能暂时 会和地球居民说一声再见 虽然你们从来没有 就是和他真正的交流过 但是 我也替他传达了不少消息了 这次我要替他传达的消息就是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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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o要谈恋爱吗 给他找 喂 Nino谈恋爱 当然是和外星人谈恋爱 跟什么猫猫狗狗谈恋 你真是说话非常的随意 并且 不考虑后果 我真的很想现在放一段 放一段给你们听 说实话 让我看看 我应该不能放吧 我是不是放了 我就是 我会不会 造成什么违约什么的 我有点担心 让我看看 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把它找给你们 出了点问题 然后等我不上那个平台了 所以 暂时没办法放给大家 所以 请再等二十多分钟吧 它会如期到来的 刚不是卡了 其实我在找 就是 就是怎么样 登录上来 然后把那个音乐 发到 发到这个上面 我们聊聊天吧 同步发MA嘛 可以哼一段 哼一段 我就只给你哼这一小段 不要问我怎么修图了 最近 我在 研究新的调色什么的 不过暂时还会告诉你们 不是说好了每年感恩节发一次吗 为什么 这么着急 二十二十四个 舞台版的话 如果 有机会的话 觉得应该 会有舞台版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吧 137个 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止138个了 现在大概应该有 感觉应该大概有150、60个 让我们看看你在说什么 路综艺好玩吗 说实话真的还蛮好玩的 非常享受这一段时间 然后我来到了 之前从来没来过的云南 然后 我发现这里和我去过的任何地方 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感觉当地有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可以去经历 我不能告诉你们具体是什么 到时候你们看综艺就知道 有交到新朋友 非常喜欢他们 很过分 我看到有人说什么 腹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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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加油 会有Live House吗 说实话我还挺想去 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很想开一个Live House巡演 等我再出一大队歌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Live House开一场那种全国巡演 然后到时候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就一定要来这里看我 好了 你们不用这样一直复制 复制很多 我能看到吗 我没有提发支线哦 真的 我现在 有什么新鲜新鲜的歌曲可以给大家分享 等后其中最后一首歌就会说自己的乐趣 我最近在听 我看看啊 为什么大家都在问我修图经验 我又不是一个 我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拍照修图只是我的爱好而已 如果有特别好的会分享给大家 放心吧 我找到了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 最近又从压箱底的那些歌里面翻出来的 《Train the Drops of Jubbles》 在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基本上每天上学放学都会 就是插着耳机把它放到耳朵里面 然后哼着这首歌 这首歌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歌曲啊 就是会让你们想起某段时间 比如说高中或者什么时候 有吗 有吗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没什么没什么头脑 冲冲实创的高中生 然后不知不觉就二十多岁了 过来这个生日我就要二十三岁了 二十三岁 其实我心里感觉还有很多部分觉得自己还像一个小孩一样 感觉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好长大 是不是必须要长大 还是说 还是说就是 我必须要去根据我的年龄对自己做出调整 其实我有点想不明白 因为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我真的需要为这个数字去做出调整和改变吗 其实其实我真的没想明白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 我一直都希望 不管到什么时候 就算我八十岁的时候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二十三岁 二十二岁 或者什么时候 就是这些时候一样 被这个世界上 我所看到的 我所感知到的美好的东西 被那些东西所感动 然后流下眼泪 然后对于一切未知的东西 值得探索 值得研究的东西 感到好奇 然后继续对生活热情 然后自由地活着 如果我真的非要长大的话 那我希望我能够像在这儿 云南的树一样 我希望我能像这儿的树一样 在地上稳稳地扎根 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坚定地长相 自己喜欢的那片天空 然后 我希望 我希望我能够在地上自由地奔跑 我希望我能够在地上自由地奔跑 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 离自己向往的那片天空非常紧 不过我还是希望 大家不用被这个世界推着长大 总之我会 就算变化我也会朝我喜欢的方向去变化 还有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我都希望你们可以 像我一样 快要高考了 加油 怎么办 我好着急啊 我希望十二点快点到来 因为我真的很想让你们现在立刻听到那首歌 其实在我发的那个Vlog里面有 有那个 有那首歌的伴奏 你们知道吗 陪我过第三个商人 谢谢 听完好睡觉 我在看你们的评论 会拍MV吗 不一定 可能这首歌的话 不会有MV 因为如果这首歌拍MV的话 会是非常 就是我脑海里 我脑海里还没有具体的画面 可以就是 能够就是最 怎么说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具体的画面吧 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完全诠释这首歌的话 那个MV一定会非常宏大 非常夸张 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会有 但是现在暂时不会有 不过我觉得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 我相信你们听的时候 就算不需要 就是就算没有MV 你们脑海中可能也会构建出一个类似于MV一样的东西 我相信会的 长命百岁 谢谢 不会直播 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工作 所以 我现在在酒店里面 只是想和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这就很开心了 小鸡怎么样了 哦对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件事情 关于小鸡的事情 就是 今天 我妈给我发了照片 小鸡已经下三个蛋了 三个蛋哦 就是最发育的最好的那一波 最年长的小鸡已经 率先开始产蛋了 这个季节 小丁鸡是不会孵他的蛋的 他们只会在夏天孵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孵蛋 他的成活率会比较低 春秋冬季一般都不会孵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蛋拿出来 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当安蠢蛋煮着吃之类的 我养的小鸡 它其实成年之后也只有这么大 所以 非常适合家养 学名叫蓝胸安蠢 如果你们喜欢养小鸡的话 也可以了解一下 高考加油 我刚看到一个要高考的朋友 熬不住了 那就快去睡吧 实体专辑 我也很希望会有实体专辑 不过 我觉得 我的下一步计划 可能真的会 有类似的东西哦 下一步计划 现在在我的脑海中 已经有非常非常清晰的 一个画面了 然后它会有 很多首歌 然后会有很多 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会有很多有意思 可能我会完全改变自己的唱腔 完全改变自己的写词风格 也不一定 总之 会和这个 这个时期的我完全不同 所以 敬请期待吧 不过 你们现在最需要期待的是 12点要放出那首歌 名字叫什么 再说一遍 不说了 70亿人 与70亿人擦肩而过 那又如何 我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人答对了 这么错 180p的摄影机 我尽量不把歌名记错 说实话 这个有的时候 我脑海中很清楚 但是我一张嘴 然后就说错了 真的 我保证 以后 一定会把它说对的 明天的话 我估计 因为在这边结束工作 然后明天 就会回北京 估计一天都是在 飞机上度过了 所以 因为会在飞机上度过 就趁着今天晚上好好和大家聊聊 下张专辑叫80亿吗 那下张专辑就会在世界人口达到80亿的时候推出 好伤口 等到夏天或者秋天再安排新乐节吧 没问题 把这个拉到计划上面来吧 其实我也很想在音乐节上再和大家见面 那次音乐节说实话 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我在舞台上最开心的一次 其实很多时候在舞台上 你们也能看到 很多时候 看起来很紧张 但是那次音乐节大概就激动紧张了 30秒吧 然后到后面 我 获得了一种我完全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就是 我在舞台上面对着那么多人 然后轻松 自如的和他们互动 然后完全的享受 完全的投入 在那个舞台上 真的很棒 我非常期待下次音乐节 再和你们见面 眼睛好红 没有还好啦 没有很红 可能是因为这个灯光的原因 什么时候跳水 随时都有可能 最近是瘦了点 因为 回来工作 我每次进入工作状态 我就会自动 自动变瘦很多 其实前阵子在家过年的时候 体重还增加了十几斤来着 然后这几天 开始工作之后就自动 下降了 让我们看看啊 放一首 什么歌呢 放一首我们西安乐队的歌吧 西安那个乐队 特别喜欢这个 名字叫做 未知艺术家 夸克乐队 放一首歌 我就会放我的歌 特别喜欢这个乐队 还有这首歌 推演给大家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这是一首 听了之后 会让我热泪盈眶 因为 真的很不一样 我发现 用心用血肉 去堆砌作品 真的 会 很打红人 有人听过这首吗 有点赞 打红人 天 雙眼尋出淚光 希望把杯關滿 一起等黎明出現 那時間 還有一些地方 這首歌名字叫做未知藝術家 跨客也對 歌好笑 手褲打出點清醒跳 沒有願望聽你說話 沒有人會被你回家 沒有人會在後笑 我痛苦 說實話真的有點困了 但是還是 但是捨不得睡覺 所以不用擔心我 我一定要等到我的歌上線那一瞬間跟你們分享 一定 不用擔心我 喂 巴西線 好激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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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三首個人單曲 第三首個人單曲 馬上就要上架了 你知道我聽到第一首歌上架網路的時候有什麼感覺嗎 就是 我在 我在每一首歌上都會花費很長時間 然後 我在聽demo的時候 我聽到最後 其實我已經麻木了 就是 我聽著 怎麼聽都感覺不太對勁都不太滿意 但是 我又說不出來 哪還可以改變了 然後直到 他的母帶做好 然後上傳到網易云 然後正式上架 然後我點開網易云一聽 我說 哇 怎麼這麼好聽啊 所以 所以我每次出歌都很期待 我在音樂平台上聽到這首歌的那一瞬間 這次我也不會錯過 希望你們也會覺得 怎麼這麼好聽啊 三 還有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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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還有一分鐘 有人收到了短信預定嗎 來 我要開始搜索搖遲了 搖遲 搖遲 我的搜索歷史裡面還有 搖遲羅曼蒂克的生物化學分析 我怎麼感覺我可能比你們還要激動啊 11點59 11點59 12點了 讓我刷新一下啊 你們刷出來了嗎 找到了嗎 欸 怎麼沒有啊 有了 看到封面了嗎 是我親自設計的 也不是親自啊 就是自己設計 用不上這個親自這個詞 然後 也有 工作室的 專業的小夥伴幫了不少忙 總之 做出來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封面 非常 喜歡 在這首歌裡面我也嘗試了新的 新的 一種唱腔吧 在副歌裡面應該能聽出來和以前的我有一些不一樣 和你 每個人 等就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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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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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門的是 哈哈哈哈 我開門的是 開門 謝謝 不行 生日快樂 不是長大 我再給你點 謝謝 其實我很感謝 身邊的同學 我能為他們 能說我真的可以 說自己想說的話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 無憂無慮的更果斷的 更勇敢的靠近你的夢想 然後把我想 傳達的東西傳達給你們 我很開心 就是這幾年都是 和 這些很棒的人一起度過 然後也很開心 我能夠一直 能夠一直和你們 擁有我們獨特的連結 能夠 一直保持我們的交流 能夠一直彼此幸運 能夠一直分享 我們 天啊我希望 我的生日讓我是希望的 大家都可以一直活在 春天裡 大家 都不用長大 三 二 我吹蠟燭 為什麼要321啊 這個蛋糕 我才發現居然是吃雞 你知道我最近 最近我開始迷戀上吃雞了 但是我沒有就是迷戀到那種網癮的程度 我有一套就是自己玩吃雞的那種方法 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會分享給你們 就是一種就是和狗有關的戰術 就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一定會和我有同感 和狗有關的戰術 這個戰術非常神秘 並且 就是值得研究 它是和那些高端玩家完全截然相反的一種方向 但是 同樣它可以幫助你進入遊戲的前舞 然後並且 就是提升你的段位 所以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本菜 本 本菜季也可以給你們開口 登登登登 祝我生日快樂吧 謝謝 這個一會兒簽了吧 你是不是去了奧利奧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水星也會一直陪我了 我也會一直陪著水星們 我也會一直告訴你們 我想說的那些話 我也一直會陪伴大家成長 就像你們陪伴我成長一樣 我會 帶給大家 越來越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請期待吧 兩邊 有點不知道該幹什麼了 但是 還是不想關掉直播 systems 好 我看看 看到有一個一些很走心的評論 東東23歲生日快樂 看到你直播的興奮 我以為你感到幸福 希望你像你直播裡說的那樣 像雲南的樹扎根在地下 衝向自己喜歡的天空 開Live巡演 我一定會去 希望你希望的都有希望 也希望你們希望的 你們所希望能到來的事情 都可以如期到來 然後那些什麼成長啊 那些煩惱啊 那些推著我們 讓我們做那些新的遺碎 我們必須要做到事情的人 都給我們消失吧 要遵從自己的內心 希望我們都可以 大家一起下游吧 晚安 我 我想去吃兩口蛋糕 然後就去休息了 記得聽歌哦 記得聽歌哦 記得聽歌 記得聽歌 記住了嗎 不要聽歌哦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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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